1月6號賣的 我們看到他競標非常激烈 從180萬一直標到212萬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en 溫哥華地產經紀 今天地產兩分鐘 我們來聊聊 政府估價 BC Assessment 登登 我相信大家在1月的時候 都收到政府對你房子的估價 那是不是這個估值 就代表說你房子 現在放到市場上面的價格呢 如果呢 你對這個政府估價不滿意 或是有任何疑問 你要怎麼處理呢 我們馬上回來 好 那依照今年BC Assessment報告 大溫地區平均估價都上漲了 那是不是代表這個估值 就是你房子現在可以賣到的價格呢 可以很肯定跟你說 這答案是不一定 那接下來呢 會帶他去比較三間房子 他最近賣出的價格 以及政府估價 他們在賣價以及估值上面 是不是有差異 以及如果有差異差別多大呢 好 那就繼續看下去 好 第一件我選到的就是 位於烈士文的 10621 Hollybank Drive 這間獨立房 位於Siton North 它的賣出的價格為143萬 在12月18號賣出 是一間公寓房 位於Metrotown Station Square 36074688 Kings 它賣出的價格為85萬5 是在12月18號賣出 政府估價為86萬2 所以它跟政府估價呢 只相差了7000元 好 最後一件我們來看到 就是這間位於溫東 四階RamQ區的2486 E Sports Avenue 它的賣出的價格為 212萬5千 1月6號賣的 我們看到它競標非常激烈 從180萬一直標到212萬 瘋狂齁 那它的政府估價呢 是145萬2 那如果你以政府估價 去估這個房子的話 你是不會買到這個房子的 那它這個房子呢 當然它有其中很多原因 我在製作跟大家解釋 好 那今天呢 就取這三個去做比較 那基本上可以一直比下去 可是這邊時間有限 所以大概就選這三個 這三個比完之後我們就發現 有的比較低 有的比較高 那不是廢話嗎 對 沒錯 好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差異呢 但我不是在政府估價裡面 business assessment上班的員工 可是呢 我大概可以 有幾個 從我地產經濟的角度 來跟大家分析 好 那第一個呢 基本上政府估價 本來就是一個過去式的價格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政府估價是在7月的時候 去由政府去評估的 那真正這個價格出來的時候 是在12月31號 那在一個市場 非常波動的情況之下 不管是它漲或是跌 從7月到12月 這5個月的時間 很多事情會發生 所以這個價格呢 可能已經跟市場脫節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你房子的狀況 跟它也沒有裝修 我們剛剛看到第三個 溫冬那個房子 它的估價 跟它11賣出的價格 就差了七八十萬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 也太誇張了吧 對 因為那個房子呢 雖然是一個很舊的房子 可是它整個翻新過 它的屋況很好 屋主在裡面保養的很好 那買家相對的 就會願意用比較高的價格去買 你說一個房子 就算它很輕 可是它裡面狀況不是很好 或說它的格局很差 那相對它的市場價值 也會相對比較低 好 那第三個呢 我覺得地段也有重要 如果一個房子 它是在大馬路上面 非常的吵 跟一個房子 是在一個內街 安靜的一個小區裡面 那這個價格也會有差異 這些差異的地方呢 我覺得政府估價上面 是看不出來的 好 那如果你覺得政府估價 把你的房子 估的太高 或是太低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找一些專業人士 像是地產經濟 或是做一個專門做估價的appraiser 他們可以在你的房子上面呢 去幫你做分析 到底房子實際上價值多少錢 同一時間 你也可以打這個政府的電話號碼 跟他們去溝通 說為什麼這個房子是這樣的故事 他們很樂意去跟你解釋 那記得呢 這個政府估價的appear上訴 最後就是在2月1號 所以... 沒有戴手錶 所以沒多少時間了 所以大家千萬千萬 如果你有這個問題的話 趕快跟政府聯絡 那今天地產兩分鐘 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期再見 Peace 等等 你很好奇 你現在去右地區 或是想搬入的地區 的市場狀況是怎麼樣嗎 在SNAPS報告裡面 會針對戶型 價位 以及地區裡面 去做詳細的分析 這樣的話 你去買房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現在 什麼樣的一個市場 這報告完全免費喔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也很樂意跟你討論 在下面的連結當中 只要輸入你的姓名 以及E-mail 你就在第一時間裡面 收到最新的 SNAPS地區報告了 等著你來申請囉 掰掰